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大家好,我是快乐恋声的回老师 帮爱唱歌的有缘人快速成长 在家就可以做的发声练习 让你唱歌不再困难 很多人喜欢唱歌 不仅是歌曲的旋律有美 还有是歌词很吸引人 那歌词说到了我们心坎里 更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在我的唱歌教学中 花最多时间的是解决因为咬字问题 而影响的我们的歌唱和我们的发声 前面的视频我都是在讲关于发声的内容 从这期开始我来说一说唱歌时的咬字 我会分五个视频来给大家详细讲解和练习 唱歌时咬字是怎样做的 才不影响我们的发声 而且是咬字清晰 今天是第一个内容 我们说话是靠我们的唇齿喉舌哑舌头来完成每个字 那平时呢 在我们的说话语言当中呢 就没有那么讲究 只要你说出来了 而且呢 别人能听明白就可以了 即便听不明白 就要求你再说一遍 那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确立一个概念 就是唱歌时的咬字 跟我们平时说话呢 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唱歌时的咬字 我要求大家要用嘴的上半部分来完成每个字 也就是上唇上齿上额上牙舌头来完成每个字 就是把我们咬字的利点集中在嘴的上半部分 比如今天我来给大家举例的这首歌 掌声响起 如果我们平时说呢 可能很随便掌声响起 掌声响起 那在我们唱歌时的咬字呢 就要求用嘴的上半部分 掌声响起 同时不单要在嘴巴的上半部分 而且要靠上靠后 我一般要求我的学生 用上齿的最后这颗牙 为咬字的利点 掌声响起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咬字的时候 你的舌头会往最后这颗牙齿上贴 同时呢 也把我们的鼻咽腔 鼻腔 这个力量也带上了 这样 我们就很简单的完成了歌唱时的每个字 我们再来试一下 掌声响起 然后把这个状态带入到歌曲当中 孤独站在这舞台 其实呢 我这个要求 你只是这么一个动作 就做到了口腔和喉咙的打开 口腔的抬高 所以不必把它分解的太详细 这样既简单又实用 那把咬字的利点 如何用在这个位置呢 除了我们首先要知道有个准备之外 把利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在上尺的最后这颗牙的地方来咬字 同时呢 你必须有气息的支撑 你才能在这个位置 才能把字说清楚 否则呢 你会觉得很不正常啊 孤独站在这舞台 是不行的 必须有气息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大家先按我今天说的这个内容 先去体会和练习 大家跟我一起再来做一下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